公德不求 你脑子里整天想到这个 你就用得多了 因为你在意念当中 一种菩萨就跟你在人间 做什么事情一样的呀 因为它是思维空间的 它这个思维空间的语言 行为呀 意念也是一种行为呀 明白了吗 那没法让这个公德封住 我意念想的时候不要去用 没有办法是这样 有啊 念念无念呀 你要无念就不封住了呀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我举个简单例子 师父功德很多 有时候 我很想念某一个弟子 我觉得这个弟子很可怜 师父应该帮他 我在想他 做很多功德很可怜的时候 哇 我的功德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呢 他会感觉到 诶 师父都发声到我这里来了 哎呀 我怎么突然之间疏忽起来了 那么我一意识到自己的功德出去再多了 我啪一下子停掉 不想了 我马上他就受不到了 听得懂了吗 就这样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那师父 那个弟子 就不想用师父的功德 也想师父加持加持 有这样的吗 就是这样 这个就叫乱讲话 你要师父加持 你肯定要用师父功德 所以 这个也不要客气了 就是你 人家把你请到家里来 你说我又想到你家来 吃饭 我又不想吃你的东西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那师父 刚才还是讲 如果平时想着这件事 但是 他没有如愿 但是 他去想 也会用功德吗 这个事情没有成 没有成 也在用 就这么简单 也在用 所以为什么念头这么重要 一念 超多西方 一念进入地狱 所以人家说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念头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小朋友 他们在学佛的时候 他们不用心 整天的脑筋 在动其他小脑筋 整天的闪来闪去 哎哟 没有用的 修不成的 你看他 说说何找 你看他跪在那里 脑子不知道到哪去了 哎呀 没用的 骗人哪 另外一种遗事的骗人 他连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骗自己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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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快的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